到底要多少的菌株跟多少的菌素才能有用 很多人赖问我说 这个益生菌是不是不要超过400亿以上比较好 还有那个菌株不要超过3种以上不然会打架 我说你听谁说的 没有啊我也只是听说 所以来问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知道吗 我们消化道里面居住着100兆以上的维生物 而且种类高达数千种 如果上述成立的话 那么消化道里面的数千种开始打架 开始施杀 打出一个菌王叫状元 然后榜眼跟烫花留着 其他的菌使光光 要知道消化道里面就只剩下三种菌 就好比全世界只剩下 姓林的 姓陈的 姓汪的 我告诉你啊 这比萨诺斯弹手指还要严重了 所以以上这个说法原理上根本靠不住 不过这里却延伸出了一个好问题 到底要多少的菌株跟多少的菌素才能有用 答案是自家的配方舌精 例如我们的300亿益生菌 我们实验室把300亿益生菌拿来做48位成年人的研究 发现早晚各一包持续12周 对于季节变化调整体质感受性不错 所以要多少的菌株跟多少的菌株并不是我主观说了算 而是实验室研究之后告诉我数字 而我讲给你听 但不代表全天下的益生菌都要这样吃 而是300亿益生菌是这么吃的 所以当有儿跟你这么说 益生菌不能超过多少的菌株 那菌株不能超过多少 你得反问他 你的根据是什么 你得反问他 我所有事情都找到了 过了 但是我怎么认为你 我都想要 我都想要 感谢观看